好 你要超越在這邊 好 下個重點我們介紹的是體積的測量這邊 好 那體積的測量怎麼測量勒 來 請看一下 先把他寫上去喔 第一個 我們常見的那個體積公式單位啊 體積單位是由什麼東西所形成的 是由長度所形成的 然後呢 上面其實應該加什麼東西 長度的三次方 譬如說 當我告訴你一個中間長度是公尺 單位是公尺 那我們一般講體積怎麼算 比如說我們這地方的體積 是不是邊長乘 邊長乘 邊長 那就是長度乘長度乘長度 所以要等於長度三次方重新成的 會啦 因為現在我要教你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你要懂得去做單位算算 好 我們看一下 什麼在說一粒半公尺 就是什麼 你自己想去的就是一公尺乘以一公尺乘以一公尺 阿這個DM 呢是什麼東西 DM DM 就是公尺 所以它就是一DM 乘以一DM 乘以一DM 然後一粒半公尺呢就是一公尺乘以一公尺乘以一公尺乘以一公尺的意思 那你一定會說老師該不會那麼無聊學這個東西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為什麼一一公尺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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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 一公尺乘幾公分? 一公尺 一公尺不是一百公分嗎? 那我不是一公尺乘一公尺或乘一公尺嗎? 那不就是一百公分乘一百公分乘一百公分 那變幾公分? 就變成了十六十方一方公分 會啦,所以你也只懂,那是剛剛換算嗎? 好,然後這邊呢,你慢慢來背一下這邊 一公升就是公升,一公升等幾號 這是什麼?這個ML是什麼? ML是毫升 然後這是公升 好,那唯一你要記的東西是這個 這裡沒有其他你把它寫下去 一粒方公寸 就等於一公升 這個很重要 一粒方公寸等於一公升 好,這個你把它寫下去